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旅传道集中记载 法有三成者 小成 中成 大成之不同意 先有无能者 鬼仙 人仙 地仙 天仙之不等 郑元子是这些地仙的代表人物 并非是领导 所以称为地仙之组 但是他这个组是只管武装惯的 其他地方的地仙他管不了 这是归天停缓的 四 他号称被锦通天 在圆祝第二十四回 他到天上开会去了 童子这样向唐孙师徒吹嘘 三清是家师的朋友 四弟是家师的故人 九九世家师的晚辈 元臣是家师的下宾 三清是道教最高领导 玉帝是三界最高领导 这些大人物 都是他的朋友和故人 他关系力不厉害 相当厉害 但是 我们回头来讲一下 郑元子有这么厉害的关系和背景 为何上不了天 成不了天仙 甚至还主动降低身份 同孙悟空极万为兄弟 这是为何 千万不要认为他自是清高 不想上天 只想安心当个地仙 那他为何经常上天去找那些领导团 并参加他们的聚会呢 为何还主动要求参加佛教的于兰盆会 还主动给锦禅子结交呢 所以 并不是郑元子不想成为天仙 而是成不了天仙 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眼界还不高 道恨还不够 比如 孙悟空偷了他几个人身果 他的弟子就用如此恶毒的语言咒骂唐僧师徒 这哪间有道行的师父教出的徒弟 他回来后 也没有惩罚甚至教育弟子 而忙着去捉孙悟空问罪 再比如 他捉到唐僧师徒后 言行拷打 根本不像一代宗师的作派 最关键的是 他舍不得自家人身果树 如果他要成天仙 到天庭作官 就必须把人身果树充公 像盘桃园一样 才是他舍不得身外之物 因此天庭肯定会判定他道很不够 不让他到天庭哪怕任一个小官 可以肯定 知道死 他仍是一个地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